德国的军工业一直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,从20世纪前期以来,德国人的重工业技术和精密的设计就在世界舞台上大放一彩,且不说德国的飞机,坦克,大炮,就是在一些不起眼的军用品上都能看出德国军工业的精密和独特,比如说德军的皮带,你是否会想到,一个普普通通的皮带扣,居然也暗藏着致命的杀机,它看似只是系紧皮带的金属扣, 实则是一把微型手枪的伪装,在身处险境的时候,这个手枪装置就将成为秘密武器,揭开历史的阴影。 这里是剩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德国军工业的起点是在19世纪中叶,在普奥战争中,普鲁士军队就已经装备了克鲁伯兵工厂的大炮,到70年代的普法战争,德国的军工体系又得到了全面发展, 当时德军的战士兵力在100万以上,炮兵装备有钢支线堂炮,其有效射程达3.5公里,打败法国人后,德意志完成了统一,并获得了法国人50亿法郎的军事赔款, 还拥有了铁矿资源丰富的洛林、阿尔萨斯,巨额资金和丰富资源的流入,将德国的工业化推向了高速发展。 另一方面,在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,德国的军事订货源源不断,民众也受到了战争的鼓舞, 进而刺激了德国重工业、军工产业就此成为德国的一大战略,到一战前夕, 两大帝国军事集团为争夺全球霸权,不断扩军备战,在这样的背景下,德国的军工业又进一步发展和壮大。 1914年,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,这场战争波及了欧、亚、非三个大洲, 有30多个国家和超过15亿人口卷入战争中,1918年一战结束, 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,战败的德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。 大量领土被瓜分,巨额战争赔款等待支付,导致国内经济持续低迷,矛盾剧烈。 然而,正当人们都以为德国已经不足为巨石,21年后,一个强大的德国又再次走向了世界战场。 如果说德国的快速重启是因为那个男人,那么那个男人的底气就来自于德国的重工业自希特勒上台之后, 他就开始控制全国的经济,实行强制生产,让德国的军工业继续发展。 到1937年,德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, 那个时候,德国冰工厂自主生产的产品涵盖了从飞机、坦克、潜艇、 以及枪械、火药、战术通信等各个领域, 比如Mate-262喷气式战斗机、U型潜艇、虎式坦克、还有雷达设备等, 这些武器从研发设计到制造生产,几乎都代表了当时的超一流水平。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,二战前期,德国几乎是以横扫的姿态打败欧洲各国, 日尔曼战车所到之处可谓寸草不生, 而这一切都是由强大的德国军工支撑着,除了飞机、坦克这些直观性武器外, 德国军工对隐蔽性武器的研发也投入了大量资源, 以让士兵在作战时具备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保能力。 比如我们前文说的皮带扣,这种皮带扣是由德国克鲁波生产的, 采用的是卡扣式的结构,别看现在的卡扣皮带随处可见, 但实际上,卡扣皮带最早就是来自于德国, 更令你想不到的是,德军的皮带扣还有别的玄机, 从表面上来看,它就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皮带扣, 不过在扣子的内部,却藏着一个完整的手枪部件和足够的备弹空间。 据悉,这把手枪有四个单向的枪口,最多可以射击四次, 虽然说这种微型手枪不能取代普通枪械在战斗中使用, 但它却可以让士兵拥有自保能力。 设想一下,当士兵被敌人抓住,在已经缴械了的情况下, 那么这把藏在皮带里的手枪就将成为杀手锏, 只要按下卡扣里的机关,手枪就会发射子弹, 给敌人造成杀伤,或者进行自我了结。 当然了,能在有限的空间中做出这么多文章, 绝对需要一个过硬的技术来支撑, 这也正是德国军工强大的表现, 不过,这种手枪并没有大规模的生产和应用, 只分配给了一些特殊部门和军方高层, 二战结束后,德国又一次受到了重创,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 其工业基本都处在停滞状态。 但正所谓受死的骆驼比马大, 有这么强大的底子在, 德国工业也不至于就此没落, 你看现在的德国汽车制造业就还在世界各国活跃, 在二战之前,不管是欧洲的一战, 还是欧洲国家在全世界的殖民统治, 靠着几艘炮舰就能左右战场, 近代史上,英国用十多艘炮舰就轰开了中国的国门, 因此,当时世界上的强国都在努力打造自己的超强舰队, 日本造了一艘永不沉没的军舰, 在军舰上布置了海量炮台, 可惜还是被炸沉了, 而德国却走的是与日本不同的路。 初期德国想的是造更大的炮管, 来提升军舰的作战能力, 于是希特勒提出了H级战舰的计划, 要造800mm口径的巨炮, 然而, 尽管当时德国的军工十分发达, 但足足0.8米的炮口, 还是为难住了军工厂, 后来改为了406mm口径的主炮, 可惜大口径舰炮最终没有打过英法舰队, 德国也在随后调整了策略, 改为复合式战法, 水面上以常规舰队为主, 配合天空中的飞机以及水底的大量潜艇, 实施群狼战术, 一度打得世界上最强的英法舰队都连连后退, 不过这样的战术, 也让德国的潜艇损耗极大, 水下潜艇, 瞄准的时候要在水面伸出潜望径, 很容易被发现, 进而被击沉, 同时由于德国的空军力量不太行, 这些潜艇停泊的军港也容易受到轰炸, 而让潜艇报废, 为此德国一方面想办法研发新式潜艇, 另一方面则专门挖出了大量不怕轰炸的潜艇洞库, 就如同家里的车库一样, 既不怕被轰炸, 同时也增加了潜艇的隐蔽性, 另一边在德国的努力下, 一种新型潜艇, SSI级潜艇, 也被德国开发出来, 这种潜艇区别于传统潜艇, 隐蔽性极佳, 不用伸出潜望镜就能瞄准目标, 同时火力还极为充足, 30分钟就能发射20多发鱼雷, 短时间内就能击沉敌方战舰, 可惜还没等到德国的新型潜艇发挥, 德国就被打败投降了, 几十艘SSI级潜艇, 真正执行过任务的就两艘其他的潜艇, 在德国投降时, 德国海军对其进行了早晨处理, 不过还是有八艘被抢救了回来, 其中英法各得到一艘, 美国得到两艘, 苏联则至少得到四艘, 法国也将德国的SSI级潜艇, 改名为罗兰德·莫里罗特号, 偷偷自己使用, 并且一直使用了几十年, 直到1967年才退役, 另一边苏联称自己只得到了四艘, 但美国却觉得苏联至少得到了十多艘, 毕竟连德国在后来都重新打捞起了多艘SSI级潜艇, 不管苏联得到了多少艘, 后来苏联都在SSI级潜艇的基础上, 研制了更为新型的W级潜艇, 德国二战时期建造的SSI级潜艇, 可谓是领先了全世界, 其大部分的设计思路, 到了现代都还十分好用, 除了潜艇之外, 德国各方面的武器装备都十分先进, 打得欧洲各国落花流水的虎式坦克, 以及机动性超强的暴式坦克, 都是德国自己研发的, 甚至日本入侵中国时, 德国造的武器也成为了最好的代名词, 除了海军之外, 二战时期, 空战则成为了战场上的最大助力, 在世界各处战场上都是一言不合就出动空军轰炸, 不过此前咱们却提到, 德国的潜艇因为害怕被盟军轰炸, 甚至都不敢停到军港里, 那么德军的空军实力真的很弱吗? 其实并不弱, 德国的空军整体实力可以说领先于任何一个国家, 甚至后来德国研发的新型战机, 还被美国仿了出来, 据统计, 德国在二战时期的各类战机约有12万架, 在二战初期, 德国靠着地面部队与空军的配合, 打了多场漂亮的闪电战, 甚至在与苏联的交战过程中, 初期也轰炸掉了苏联的众多军事基地, 不过随着二战欧洲战场陷入持久战, 德国的飞机却越大越少, 面对数量庞大的盟军空军, 德国逐渐就丧失了制空权, 虽然德国的飞机少, 德国也想过办法, 想要用自己强大的军工技术, 研发更为先进的战机, 梅塞斯米特米262喷气飞机和后29轰炸机, 就是德国在二战后期导固出来的秘密武器, 梅262喷气飞机, 是世界上第一种投入实战的喷气战机, 虽然是初代产品, 拥有不少缺陷, 但独特的设计, 取消了飞机的螺旋桨, 让战斗机更加灵活, 一度力压盟军的传统战机, 被盟军称为暴风鸟, 1944年投入战场后, 德军的喷气飞机, 打出了1比5的战损比, 总共击落500多架盟军战机, 后,229轰炸机则更离谱, 高达1000千米每小时的飞行时速, 加上超大续航, 超大鞋弹量, 一时间让盟军羡慕不已, 后,229轰炸机采用了无尾飞翼的喷气式设计, 领先了当时一整个时代, 性能即便放到如今都相当炸裂, 不过后来, 德国生产这种飞机的工厂, 被美军攻占, 生产资料, 流水线全部被美军搬走, 美军在研究了40多年后, 才设计出了一种比尔轰炸机, 两种飞机无论是在性能还是外形上都颇为相似, 在德国战败后, 一度有传言称, 美国抓走了德国大量的科学家, 苏联则占领了德国诸多先进生产线, 当时德国最为世界上军工技术第一的国家, 差点就研制出了原子弹, 不过可惜1945年战败投降, 然而在德国投降几个月后, 美国就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, 不少人都觉得美国在德国那里, 得到了不少原子弹的关键技术, 不过这些传言虽然无法证实, 但德国的军工也确实碾压了世界各国, 让欧洲各国望而却步的虎式坦克, 一辆就能单挑其他坦克上十辆, 欧洲各国当时的坦克, 炮弹即便打到了德国的虎式坦克, 基本都是留下一个划痕, 根本打不坏, 而虎式坦克只要一炮, 就能够让其他坦克报废, 当时仅有苏联和美国的两种坦克, 可以和德国的虎式坦克摆摆手腕, 因此二战初期, 德国的虎式坦克, 打得欧洲诸国惨不忍睹, 唯有通过埋设地雷, 以及用人海战术, 自暴式对虎式坦克进攻, 才有可能让虎式坦克损坏, 战损比极为恐怖, 同时, 德国还有极为灵活的暴式坦克, 在多场战役中, 德国暴式坦克的表现都十分亮眼, 曾经以几十辆暴式坦克, 迎战苏联几百辆坦克, 最终打掉了苏联267辆坦克, 对此, 你怎么看?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。 这里是胜历史, 订阅我,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, 在大量战坏杀礼? 我会 Update